我們來看看,今天我們要做的是這個WebDuno的智慧居家生活應用 那因為我們之前有上過,可是剛好今天還有一部分沒用過對不對 所以老師還是會複習一下 那你可以到這邊,你在網路上呢,你可以找到我們的這個簡報檔案 然後再來就是老師的資料在這邊,老師有買關鍵字,所以你就直接這樣子 你就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這樣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那你在上面呢,這個暑假老師寫了很多有關WebDuno這種線上模擬器的 所以待會我們會先用線上模擬器的方式來做一下練習 做一下練習跟複習的動作 那你點進去之後,你看點進來 除了有這些內容,你往下走 還有以前的,就是之前的文章 你往下走 再來再來再來 有沒有,這有延伸閱讀的 裡面有一堆 有一堆,所以這樣子的話呢,就比較方便大家來做複習 那我們順便了解一下,今天我們就不是只有用學校買的Smart喔 因為老師今天還有特別借這個這個,還有自走車 還有自走車喔,所以我們今天會有機會玩到別的東西 那WebDuno呢,它主要是這三塊板子 那事實上它現在還有一塊板子,也已經出來了齁 也是借在他們中間的 那WebDuno呢,它的好處我們之前有上過的同學應該知道 欸,多個裝置之間要互相的怎麼樣 溝通,蠻方便的 可不可以多個人控制一個,也可以 多個人控制多個蛋也沒問題 所以這個是WebDuno,因為它都是透過網路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呢,有看過有沒有自走車 所以今天我有帶在這兒 這台,你也可以透過這邊 這裡,這樣有看到齁 這裡 它上面其實這裡已經有一個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馬克一號的這個 所以今天也可以來玩一下遙控車 不過這要看時間齁,時間夠的話 我們就給各位玩看看 那另外呢,這裡 像這個,我們上次有看過的 這個就是 做一些應用齁,那你點進來之後 這個簡報點下去,它會帶到這邊來 你看,包括這裡面有一些像 開關燈啊,對不對 開門的我們今天是沒辦法做齁 但是開燈啊,溫濕度感應啊,這些我們都可以做 像這個部分今天沒辦法齁 因為它有一個那個馬達的部分齁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稍微看一下有像這樣子的 那我們呢,這個也是一樣 今天你們家有沒有很多那個遙控器 蛤?這種遙控器啊 這種遙控器啊 家裡面的遙控器應該很多吧 我有帶來呢 你們家遙控器都拿來幹嘛的 看電視用的 看電視用的 請問這個 你們家有沒有裝第四台或像MOD 第四台有沒有自己也有一個遙控器 那電視的遙控器要幹嘛 你開電視的時候,不是要用那個嗎 可是現在是不是第四台的也可以控制它 對不對 那你們家遙控器應該就很多 遙控器,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的前面好像都有一個東西 這個 同外線 對啊 我們WebDuno也可以玩這個 所以今天也要讓各位玩一下遙控器喔 所以以後你們家的遙控器也可以改裝一下 控制別的東西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主要用到 我們今天有六大關卡 六個關卡 那 第一個關卡老師會直接跟各位介紹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呢 稍微看一下 待會我們會給各位 手上 有這個 Smart Smart的開關 它上面 有幾個 原件 光明電阻 就是做什麼 小夜燈啊 對不對 根據 燈光的強弱 可以去控制 再來有一個 三色的LG燈 然後呢 它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好,這裡有一個按鈕 那另外 我們再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複習一下 Smart上面 是不是有這些角位 對不對 那這些角位的話呢 有什麼不一樣 有 在這裡 找一個 你如果看到我們電源 有沒有 VCC 或者3.3伏特 這就是我們的電源 好,我們的電源的部分 那 這個呢 還有一個 接地 這就跟我們那個插座一樣嘛 就是 我們插座不是兩個或三個頭嗎 一樣的 就是有一個電源 一個接地 再來你可以看到 欸 這邊 有數字的 白色的 有沒有 白色的 他們 只有一個差別 有的有毛毛蟲 有注意到嗎 對不對 有的有毛毛蟲 那有的沒有 有毛毛蟲的 就是 我們一般講的 就類比的訊號 有沒有用過那個調音量 嗯 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小聲 對不對 那另外如果沒有毛毛蟲的 他們就是說 那時候只有什麼 開燈關燈 有沒有 就只有0跟1 它是數位的 這樣 有了解了齁 所以這個是我們那個 各位手上的這個Smart Smart的這個 這裡 你看 老師把它放大一點 實際的就長得像這樣子 有沒有 那你看 老師要翻過來 翻另外一邊 這樣都看到了齁 所以待會兒你拿到的時候呢 你可以檢查一下 那上面這個就是它的光明電阻 這個就是三色LED燈 還有下面有一個小小顆的按鈕 小小顆這一顆 有沒有 這個可以按的 按一下按一下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源 電源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 先這樣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還有一個 我們webduno 目前有三個平台 有三個平台 有三個平台 一個呢 就是 平常我們 比較常用的 Blockley這個 這個是不用註冊的 待會你可以從下面這邊 就可以直接做連結齁 這邊都可以直接做超連結 就可以連過去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模擬器的部分 這個在線上啦 你們回家啦 都可以玩的 都可以玩的 最後呢 還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 是它的這個叫做 雲端平台 Blockley完整的雲端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就要註冊囉 就要註冊一下了 那你說 欸奇怪 這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最完整的是在右手邊 也就是說它資源的積募最多 比如說我們今天會有一關 欸你偵測到那個溫濕度之後 我們要把它寫到什麼 寫到我們的那個 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上次我們這個堂課有用過對不對 欸但是這次不是紀錄溫濕度 是紀錄開關門 哈哈 但是 道理是相同的 道理相同的齁 所以 你如果要用這一個 有一個關卡 這個地方就要用註冊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註冊的 你們那一組應該都會有一個 之前有上過課的 應該是有 你們就都有那個E-mail嘛 對不對 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是大概我們 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的一個 整個行程的部分